一个光源量的话 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很多物质世界 包括微观世界可以看得更清楚 短的话我们可以看分子在化学变化过程 或者物理变化过程里面的超快的过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就可以掌握整个物质内部结构 基本上这是一个厘米 然后我们刚才把这个线去顾问 这边我们在一起走 对 我能够是比较棒次的二线里面 因为我新设计的一个 跟您的一样